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请和尚 请跟我念 念的时候不要光嘴巴念 佛教的修行永远不离开 念下身体 嘴巴 最重要是心 那这个心就是说你要去观想 你念到阿弥陀佛 你要心观想阿弥陀佛 以及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 那这样对我们才有帮助 所以来 合掌 请各位念 那么本是释迦摩尼佛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你要说有 不是用眼睛 用你的心 看到阿弥陀佛 乃是阿弥陀佛的心 很重要 来 那么要是琉璃光如来 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停一下 用心看到观音菩萨 牵手观音 甘露观音 四倍观音 要看得到 而且体悟到观音的悲心 再来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 摩合萨 摩合般若 般若密 一心其情 历代祖师大德 所有菩提心法师 加持法会 一心其情 佛教护法隆天 此地各种神明 护持法会 同享功德 我为地狱到众生 恶鬼到众生 所有动物到众生 所有人类有情 所有阿修罗有情 所有天道有情 这个就是再捏下来 六道众生 我为往生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堕胎胎儿 过去所杀所吃 各种动物亡灵 法会内外 男女孤魂 有情众生 来临法会 远诸佛加持 护法善神护持 六道众生离苦 冤亲在主 消冤解解 同诚佛道 欧玛尔 欧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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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长 大家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来参加法会 更谢谢很多穿了制服的义工菩萨 为他们鼓掌 佛教很简单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念一下 自私就会痛苦 帮助众生 才会快乐 才能成佛 那各位记住这个就好了 事实上修行就是一种自我征服 我要征服自己 我还漂亮 我爱有钱 我有个性 事实上这些会伤害你 因为这个我 我我我 我爱我爱 我喜欢 这个佛教叫贪心 我不爱我不爱 那这个叫称慧心 就是会生气 会抱怨 所以那是我的优越感 我比别人好 这个叫傲慢心 我不相信 这个叫怀疑 我认为这个叫鱼吃 我认为动物死了 不会投胎 可以吃 我认为我这辈子不好 没有上辈子 这是意外 这是巧合 这没有为什么 那这个叫鱼吃了 所以首先我们大家愿意来改变命运 我想修行就是为了离苦得乐 但是首先一定要了解 生命的敌人不是别人对你不好 所以生命的敌人 是因为我们自己执着有一个 这个我这个东西 我们叫无名 叫没智慧 所以佛教叫智慧的教育 如果你只相信你自己 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生老病死 谁可以告诉自己不要得爱症 谁可以告诉自己不要老 我们都没办法 但是偏偏每一个人都在凸显这个我 就像我们告诉儿子说 你要考上博士 这样我们才有光荣 你要做上董事长 所以这样你才有生命的成就 事实上就算给你 我们大家做皇帝好了 那只是一个感受 就像各位 有钱跟没钱是一个什么感觉 感觉 你住的房子大跟住的房子小 感觉 就像每次坐飞机 他们叫我坐前面一问 哇 这么贵 我在家里坐沙发也不用那么贵 但是那个感觉不一样 坐前面 头等唱 脸也长得不一样 但是为了这个感觉 我是董事长 我是第一名 模特儿第一名 我足球最第一名 为了这个感觉 拼死拼命 别人双眼皮 我三眼皮 因为我感觉不一样 眼睛的目的是在看 看 看什么 观世音 哪里有痛苦 哪里需要去帮忙 这是眼睛的目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戴双眼皮 拼皮 全身都要拼一下 因为这样就可以凸显自己比别人高 比别人优秀 事实上苦不苦 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说 师父 爸妈怎么跟我长得这么矮 我说没关系 你就站在楼上 不要下来就好了 你最高 那只是个感觉而已 我想就像这边太阳很大 我们都想要戴帽子 会晒黑 这也是个感觉 这个感觉就弄得我们很难过 很难过 我老公欺负我 为什么 不爽 事实上 这也是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就活在这个感觉里面 我的感受 我的身体 我的想法 我的爱情 所以一辈子我的爱情最重要了 我的父子之情最重要了 所以那天我去新加坡 有一位老菩萨 他一直坐在那边 从头到尾参加法会 但是我看他脸都不笑 然后最后就是要等我 问我一个问题 我前面讲的三个钟头都是废话 他不听的 然后他就在等我 然后我们那边的工作人員 师父 这老菩萨 等你三个钟头 他想要问你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一定要过去了 我就说 你听了三个钟头 师父讲什么你知道吗 没有 那你什么问题吗 他就开始哭了 师父 我的儿子15年前 离开我到现在不回来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我儿子会不会回来 这就是他的痛苦 那我问他说 你的儿子在哪里 他说可能在泰国 我说是生还是死 他说不知道 但是我给他说 那是一个感觉 有儿子跟没儿子 也是个感觉 他说不行 他天天想他 他天天想他 后来我也有去调查 为什么他儿子不回来 原来他儿子还活着 不是死了 我也有去问 那儿子为什么不回来呢 因为儿子娶了一个 有带小孩子的太太的女孩子 妈妈不喜欢 所以妈妈每天就一直骂他 骂他 然后儿子又喜欢那个女生 后来他干脆不要回来就算 所以我想各位 这儿子当然也不对 那妈妈更不对 他已经决定要娶他 儿子已经爱上他了 你为什么要管他 后来一查 原来妈妈也是儿子过去世的太太 各位人有因果的 老师告诉你 你的儿子大部分都是 你太太最爱的情人 你的女儿就是 你上辈子最爱的情人 哪一天你女儿要结婚 你会跑到后面哭 撞墙 那你又不知道怎么说no 因为你要把你的女儿 送给别人 为什么 感觉 因为上辈子 我的女儿是我的太太 现在他怎么可以跟别人男在一起 他的感觉 对吗 我的先生 是我的 我的男人 为什么他外面有女人 是我的感觉 请问这个感觉是真的存在的吗 但是我们就认为 真实存在 所以生命好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因为你有一个 我的感受 我爱的 我不爱的 我骄傲的 我怀疑的 这就是生命痛苦的根源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 请问痛苦是谁给自己的 生命的敌人是谁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出家人叫自杀者 不是要杀掉受体 这个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们最感恩的 但是既然爸爸妈妈生下我们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生命快乐 来孝顺爸爸妈妈 像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 我们把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生命 来奉献给众生 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好的供养 如果做父母了解这个道理 你去出家 父母会像泰国缅甸这样放鞭炮 如果父母不了解这个道理 他会觉得很丢脸 我女儿跑去出家 逃兵一样 所以 那当然各位要来学习佛法 然后呢 我们可能要有一点了解这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谁跟我们说了 念一下来 十方诸佛 念一下 那么要师流离光如来 那么消灾严寿 要师佛 那么随心满愿 要师佛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那么随心满愿要师佛 伟不伟大 要长寿 要有钱 要有男朋友 要做官 要做官